有专家指出,如此密集的学习安排可能会对孩子的身心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缺乏足够的休息和自由玩乐时间可能会导致孩子在青春期产生反抗心理 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在现代教育和社会竞争的背景下 早期培养孩子的学习习惯和压力承受能力是必要的 此外,北市教育局对于这一事件也做出了回应 在当今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投入日益增加 希望孩子能在未来的人生赛道上取得优势 近日,一则关于马内利补习班兄妹的学习行程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 这对国小阶段的兄妹每天只睡6.5小时 其余时间除了正规学校课程外 还参加各种补习班和才艺课程,几乎全年无休 展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学习强度 根据报道,这对兄妹的日常行程由早上5点50分开始 直到晚上11点30分结束 学习内容包括英语、数学、音乐等 表现在学校和各项竞赛中均属优异 补习班老师透过社交媒体分享了他们的行程表和成绩 以此来展示学生的学习成果和坚韧的精神 这份行程表迅速在网络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许多人对于兄妹每天只睡6.5小时的作息表示震惊 并对他们的身心健康表示担忧 专家和教育工作者对此现象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有专家指出 如此密集的学习安排可能会对孩子的身心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缺乏足够的休息和自由玩乐时间可能会导致孩子在青春期产生反抗心理 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 在现代教育和社会竞争的背景下 早期培养孩子的学习习惯和压力承受能力是必要的 此外,北市教育局对于这一事件也做出了回应 表示将会关注学生的学习压力和身心健康 并呼吁家长和教育机构共同努力 为孩子创造一个更加平衡和健康的学习环境 这一事件引发的社会广泛讨论 不仅反映了当前教育环境下家长和学生的压力 也触及了教育理念和方法的深层次问题 在追求学业成就的同时 如何保证孩子的身心健康 以及如何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节奏和生活方式 成为了所有教育参与者需要共同思考的课题 教育不应只是一场无止境的竞赛 而应是引导孩子发现自我 探索世界的旅程 在这条路上 家长、教育者和社会各界都应扮演支持者的角色 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价值观 培养健全的人格 并鼓励他们以健康的心态面对学习和生活的挑战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真正实现教育的最终目的 培养出既有能力又有幸福感的下一代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e 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一些网友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表示在台北这样的大城市中 由于空间有限 这种情况并不罕见 他们强调 只要能找到地方睡觉就已经很不错了 在当代社会 成年后与父母共享同一个睡眠空间的情况越来越少见 然而 一名女网友近日在论坛上分享了她的困惑 她的男友 一位三十多岁的成年男性 竟然还与母亲同床而眠 这种安排的原因是因为家中房间不足 导致他们不得不这样分配睡眠空间 这位女网友表示 虽然她理解这是出于无奈的选择 但内心仍然感到相当震惊 因为她从小就拥有自己的房间 这篇贴文迅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有些人认为这种安排完全可以接受 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解释 并质疑原 PO是否过于敏感 一些网友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表示在台北这样的大城市中 由于空间有限 这种情况并不罕见 他们强调 只要能找到地方睡觉 就已经很不错了 并不应该对此过于敏感 然而 也有一部分网友持有不同意见 认为30多岁的成年人 应该有能力搬出去独立生活 他们认为 如果是因为空间限制 而不得不与父母共处一室 至少应该睡在不同的床上 当得知原PO的男友 与其母亲共享同一张床时 这部分网友表示无法接受 这起讨论不仅反映了 都市住宅空间的限制问题 也触及了成年子女 与父母关系的界限 以及独立生活的重要性 每个家庭的情况都有所不同 而这种特殊的睡眠安排 在某些情况下 可能是无奈之举 但它也提醒我们 重新思考个人空间 和家庭关系的平衡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 Linux每天给你最新 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 讲话浮夸和爱面子的行为 这些特征被认为是由于 害怕他人发现自己的贫穷背景 而形成的自我防卫机制 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倾向于夸大事实 在知名论坛PTT 一名网友近期引发了一场 关于贫穷特征的热烈讨论 原贴作者透过自身的观察与经历 提出了贫穷人的三大行为特征 包括暴时 讲话浮夸和爱面子 文章已经发布 立即引来众人的关注与讨论 其中有人点出 穷人的一习惯 表示即使长大后 仍难以改变 原贴作者在文章中坦言 自己知道成年后 才意识到自己家族的贫穷背景 他提到 从小到大 他一直知道自家条件并不富裕 但未曾想到自己已位于社会的底层 在此背景下 他发现了贫穷人的行为特征 其中 暴时尤其是对甜食和灵嘴的渴望 被认为是源于小时候物质匮乏的环境 长大后 这种渴望转化为一种无法抑制的欲望 对于甜食和灵嘴的欲望 变得无法自拔 除此之外 原贴作者还指出讲话浮夸和爱面子的行为 这些特征被认为是由于害怕他人发现自己的贫穷背景 而形成的自我防卫机制 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倾向于夸大事实 或者通过外在的装饰和配件 来营造出自己生活的很好的假象 网友们对这些观点纷纷表示认同 并补充了自己的观察 有人提到贫穷人通常自卑中带有一丝自大 爱装阔 并且总是抱怨却不检讨改进自己 此外 也有人提到穿凉鞋 脱鞋的习惯 表示即使长大后也难以改掉这一习惯 这次讨论不仅反映了社会对于贫穷认知的多样性 也凸显了贫穷如何深刻影响一个人的生活和行为模式 贫穷不仅是一种经济状态 更是一种深刻的社会和心理现象 这次讨论让更多人意识到 理解贫穷的真正面貌 需要超越物质层面 深入到行为和心理的深层次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国家 孟олог stal